这个是我的办公桌 里面塞的两个键盘 右边呢 这个是我的主机 是一个i3的9100F 是1060的显卡 显示器呢 是这个技嘉的 桌上这个键盘呢 是那个 哎 我想不起来名字了 什么牌子的 前面还做过Vlog 觉得呢 这个主机放在这个地上 一点不方便 下面就放了一个托盘 但这个托盘呢 我每天摁着这个电源 也会跑 主机会跑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支架 一堆东西 看起来不难装 装好了一层 还好松了一个锤子 才发现 忘了说了 我有三级前公正的 这是我9块9包 有买的卷尺 这个好像也是 9块9包有买的 很便宜 这个底桌非常不好用 应该是19块9包有买的 好了 我一堆乱七八糟的线 还有插 插头啊 充电器啊 小银箱是10块钱的 还15块钱的 我真想换一个呢 这个架子买了149包有 我以为是金属的 结果层板是木头的 木头大家尽量不要买 这个基本上味道会很大 而且 而且这个架子是比较晃悠的 我们平常用的全金属的 就相对来说比较牢固 但我用这个桌子 把它给顶住了 正好靠的墙 这样子也不太晃了 奥瑞克的USB Hub 设计的挺好 能够装在这个桌子上 但是质量太差 质量太差 我买了两个京东这个自己做的 40几块钱 还好 这个速度也OK 也还算比较稳定 也有明显缺点 就是线太短了 线太短 好了 但是还是有点乱 多了两层可置物的空间 但是也放不了什么东西吧 估计啊 以后可以放音箱啊 放打印机什么的 顶上 多了一块地方 装好了 正好同事找我 说是不知道马上怎么提货 有R7000 Y7000 Y7000P R7000呢 有4600H 16G 512 1650的显卡 还有一个是1650Ti的显卡 然后还有一款 差异是R7的4800H 1650和1650Ti的两款 价格首发呢 是5699 6099 6099和6499 我们看一下啊 基本上1650和1650Ti 我就给他发了一下 这两者的区别 台式机的核心数呢 是896 1650 移动版的是1024 移动版的1650Ti呢 还是1024 但是变成了GDDR6的显存 这样呢 带宽会高一点 台式机的1650S呢 就要提高一点了 提高到1280了 然后还是 还是GDDR6的显存 这样子1650S呢 会明显提高一个档次 1650Ti和1650的移动版 是没有很明显的差距的 只是在显存上的差距 这两者相差7%左右吧 但是我们未来上市的这个 1650笔记本呢 是896 然后896和1024呢 就会相差的大概10%左右 这两者加上叠加上显存的话 应该会有百分之十几的性能的差距 作为一个低端卡 你1650能玩 1650Ti差不多也能玩的状态 1650Ti呢 卡顿的话 或者说1650卡顿 1650Ti也会卡顿 这个那么R54600H配1650和1650Ti这两个显卡的 差价达到了400块钱 我认为不值 差100块钱吧 我觉得可能还值一点 至于R7000的4800H呢 它的两款分别是6099和6499 那两者相差了400块钱 嗯 400块钱 400块钱 我还是觉得 1650Ti并不值 至于我R7000的R5的10300H和10750H 这两个英特尔的显系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我们已经开箱过多个这个版本了 呃 两者的相差呢 基本上就是上一代产品的略微性能提升版 那么叠加上这个1650Ti的话和1650的差距 这两者差价就有点大了 你比如说R5的1650是6499对吧 啊 比 其实比R7000的性能要差 但是价格却贵了有800块钱 我觉得 我觉得妥妥的不值 非常不值 800块钱呢 最关键的 你要是性能比较强也就罢了 你性能比较弱 你一个四合八线层 跟人家这个六合十二线层去比 虽然4600H实际的性能现在还看不到 但是呃 是可以主观的去异想的去猜测的 再之于说R7的10750H和10300H 呃 R7和R5的差异呢 还是两个核心数的差异 R7呢 嗯 对应 对应到AMD的话 其实和R5的4600H是花约等号的 那么我们来算一下 它是多少钱 它是72991650的版本 就R7的 呃 这边呢 是R7000呢 是5699 那两者相差多少钱 我们算不过来了 已经有点 那相差了1000多少 1600块钱吗 我的天 那就太不值太不值了 两者相差1600 再之于说R7加上1650Ti的这个版本 7699和最低的R7000的版本呢 相差了2000块钱 2000块钱你花在什么地方不好啊 R7的10750H就是R7000P的这个新款的话 是92999 9299配2060 嗯 反正我是不会买的 小建议啊 现在还没看到真正的产品 呃 也只能说主观意想了 那我会第一时间去买来 每一个版本都会买来的 呃 个人更建议啊 考虑AMD 因为呃 之前已经开箱过多个版本的 这个AMD的 这个锐龙的CPU的机器了 那1650 1650Ti 1650还没开箱过 1650Ti的实际性能呢 并不惊艳 呃 它是反向升级 把1650给降级了 然后把1650Ti略微提升 只是显存而已 太扯淡了 这个算提升吗 算提升吗 要不要脸 建议我们的受众啊 呃 英特尔的就不要看了 玩7000就不要看了 R7000重点看 呃 相对来说 性价比还可以 因为是百分百SRGB的高色域的屏嘛 也不像以前了 说是弄一个新的低色域屏 但是呃 很可能马上我们 呃 渠道里面会到一些低色域屏的版本 嗯 现在不确定 再者呃 买的版本呢 可以重点看R7000的4600H加1650 5699的这个版本 和R7000的R7的480H加上1650 呃 6099的这个版本 多400块钱 我不认为这个400块钱值 400块钱 你可以买一个1T的机械硬盘 还有找 但是这里再重复一下 1650是降级了的 1650Ti的话 嗯 是略微升级了的 那这两者嗯 一升一降 会拉开百分之十几的性能的差距 这个十几的性能差距 我认为是可以无视的 但是 但是 但是你们懂的 一定会有人会被 会被带节奏 然后嗯 至于英特尔的版本 我 基本上是很不建议 很不建议 这个价格呢 是我们粗略的价格 还没有最终定案的 那 以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为准吧 以官方的为准 告诉大家一个悲剧 我刚刚看了我们同事订的货的清单 啊 英特尔的版本 竟订了有大几百万 那 剩下 可能小部分会给AMD 并且AMD的1650Ti 呃 是大头 就是 4800H 加上1650Ti 是大头 这个 我是 我是同意他的 那 我是不是同意他 而是认可他的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子 市场更认英特尔 市场呢 会 更认 一个Ti 这个两个字母 这就是 这就是现实 最后听一下我这个15块钱的小音箱 一直没把它换呢 那 大家听一下效果吧 我来往前 往前跳一点 我来说 我来自我 我来自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